我後來一直有想過說 因為我曾經認識幾位研究民族主義的朋友 他們也跟我有類似的想法 認為說春城很像是日本的蘇格蘭 所以他們也很想研究 但是他們想研究 沒有人真的去研究 就是被我先研究去了 抱歉我最近整個這些年來研究的成果 我整理一下連香港的個案和在一起 變成港台跟琉球的比較的影片論文 現在被一篇日本英國的期刊接受 所以這位是全世界第一篇 看港度跟流途的學術論文 那我就把這三個地方放在一起 我當然有我的意圖 我希望他們三個地方交朋友一下 好 不管怎麼樣 就是說 當時有做了一點這樣的一個基礎 但是後來並沒有 還沒有機會好好地去研究 回到台灣以後 一直都在做我們台灣的政治史跟思想史的研究 可是在幾年前的時候 因為找到田大學 他們有一個東亞研究的一個機構 叫做亞洲研究機構 他們呢 正在推想要聯繫把台灣跟 就是說把台灣、日本、沖繩的情況連結在一起 所以他們就邀請我 去參加一個沖繩華僑的研究研討會 說實說說沖繩華僑 大家知道沖繩華僑 反正是台灣人 所以沖繩裡面的 在沖繩縣住的所謂卡丘 其實就是台灣人 其實這是在沖繩的台灣人的研究 然後他們就找了我去 然後他當時主辦單位就問我 希望我對於一位沖繩近年來很出名的一個學者的作品 做評論 那這就是這本書 然後等一下我會討論他 宋教的泰神 然後這是西方亞洲研究 他這個劉雄獨立之道 他們就說 對抗殖民主義的劉雄 劉雄獨立之道 所以那個時候 然後後來他就跟我講說 我就是要把你這個台獨理論家跟劉雄獨理論家放在一起 讓你們去互相對話 製造一種世界史的事件出來的 後來我才知道上當 我其實是 我以為是學術的 但是anyway 但是因為有這個機會 我就開始去了解這個 劉雄民主主義 或劉雄獨立運動的問題 然後發現他有很新的發展 跟我們以前所了解的 大家知道那個 等一下我會稍微說明一下 整個劉雄人的那個政治運動 或者是他們的 民主意識 獨立意識的發展 那個也是非常欲為曲折 ok 但是 這是等於是說 我們看到當代的新一波的發展 那這個新一波的發展 跟他們這20年來的反基地運動的關係 非常密切 不是百分之百重度 但是有很密切的關係 因為這個關係就開始留意 然後於是跟松導先生開始有的接觸 後來又同樣的 透過這個 早稻田這個 雅西亞研究機構的一個 中介 跟不同派別的 沖繩的這些 或者說琉球的知識分子 他們都 基本上都是獨派 但是獨的意義的那個 情境不大一樣 先認識了這種古典的獨立派 然後又認識了無政府派的獨立派 就是說 他們根本不要國家 他們獨立之後要建立一個社會 他們還寫了一本書叫做 琉球共和社會憲法 我第一次看到社會還有憲法 因為憲法是規範國家權利 但是他們就是因為已經受過了國家 所以說以前太多外來國家 所以琉球這一派 國政府主義也很強 所以說